知名的女體藝術工作者徐曉丹 被控偽造文書 而今天到台北地院出庭 她當庭認罪 希望法官能夠原諒她 緩步走下樓梯 她是知名女體藝術工作者徐曉丹 之前被控在丈夫生前看診病例上 倒蓋其他醫師的印章 被控偽造文書 11號到台北地院出庭 坦誠認罪 我認罪 因為我老公突然枉生 不知情 以後也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是我的錯誤 然後請法官也諒我 請社會大眾理解我 當時的上腹之痛 當庭認罪 希望法官能夠原諒她 為人律師也表示 徐曉丹沒有再犯之餘 會向法官爭取宣告緩刑 行為也不是很嚴重 只有當時的一些背景 發生的原因 所以應該也沒有再犯的可能性 所以這樣應該是符合對應 良心的條件 過去曾經全羅演出舞台劇 吃上妨害風化官司 在參選高雄立委時 還當眾露出胸部 爭議性十足 出庭時還不忘替今年10月 即將展出的人體畫展打廣告 透露將會有神秘舞蹈表演 不論是愚公愚私都引起話題 聯合報蘭凱成台北報導 所以我們會有多種抗力量 對面 復習近平 一種抗力量 而有多種抗力量